第三自南郷完蛋發祭母 雖然宮頂要訪問 並且每個人無論身後 都只能夾到一個營鎖的祭母 但是外郷遊玩去他們大培民眾 一來領祭母拜託地說 信眾表示 每年完蛋來拜對他們領祭母 已經是一種習慣 就算剛到那樣的錢 要是要夾到祭母 來祈求一年的教材平安 早上約8點 第三自南郷的發送教材 祭母華東 就已經去他們大培民眾 拜對丹台 當約7公里的隊伍 那是信眾對到教材的一部喜愛 對 然後我就是 也是平常心這樣子 然後也沒有說特別想很多 就是來 我自己也很驚訝 為什麼有辦法排到第一個 就是感覺還滿好玩的 就覺得 來跟大家來這邊排隊 還滿有趣的 第一名跟最後一名 都是贏的 因為為了不要那麼多人來排隊 但是我們一直在柔項嵌島 前天晚上就有人來排了 當然人沒那麼多 今天早上大概沒有亮 6點多 5點多 很多信眾都已經來排隊了 現在已經排了 大概跟7點一樣長的隊伍 雖然今年度到風險的影響 再來排隊信眾 無論先後 都只能領出到驚訝的節目 但這間信眾的影響 情形押注是表達堅信 更也好笑 已經把我們驅趕了好幾次了 驅趕了之後我們就在 說真的還是來 因為我們今年是來排 已經是第八年的 對啊 所以我們都知道 因為有土地公的加持 等於是每年都還滿順利的 不定時發放 比方說是你哪一天生日的 還是你的孫生證末碼是幾號的 所以我們會隨時再發放 所以一定套币也會拿到 還有項鍊 還有金的財務 我們都會不定時來發放 好 這是給你生日禮物 高興嗎 還沒負責 為了配合風險 這年共今年一種 頭過無關的風險 來發送交載節目的套币 請求是現場奉送 通知元旦生的一個財政信仲 來領處的頂頂奉 將在元旦三天的連鎖來試試 歡迎民眾來自南京拔好運 記者今天全場部都